本黨因為中生代的人數算非常多 所以我們下禮拜三馬上就要有一個推選代理主席這樣的過程 如果沒有意外可能會推代理主席大概是柯建民出來暫時的做過渡型 然後來辦理這個黨主席的補選的工作 所以這當中我相信我們很多中生代的一定還有很多時間 大家互相交流 溝通一些訊息 呂秀琳副總統沒辦法 心靈脫黨 不應該來選這個黨主席 因為他已經不能算中生代了 他現在心靈脫黨 你們有沒有年齡限制 你們這樣有年齡歧視也不行 所以這次會不會又是百家爭鳴的一個場面 我沒有做年齡上的區分 我是在思想上的區分 尤其這一次我必須要承認 每個月三千萬 國民黨雖然推出了七仙女 七仙女年紀也都蠻大了 而且很多也都是裙帶關係 或者是政治二代 夫妻等等的 說實在也不是什麼特別突出的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女力被台灣社會所肯定 這個是一個事實